好 下面咱们来看第二章 水利水淀工程施工的风暴管理 首先的风暴呢 它实际上在工程的实施中的话 应该是首先明确是允许发生的 所以说风暴的话这里面一定记着 那么建设工程按照风暴的相关规定是允许风暴的 这里面首先要明确一个风暴的范围 主要建筑物的主体部分是不允许风暴的 那么主体部分有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中明确 所以说除了主要建筑物的 把这个点抓住 你用排除 主要建筑物的主体部分不允许风暴 也就是说除了主要建筑物以外的次要建筑物都能风暴 然后主要建筑物的主体部分 非主体部分可以风暴 这是首先的范围 那么风暴呢 那么我们应该讲的是 主要的是涉及到这样的几个方面 一个严禁转暴 严禁违法风暴 严禁转暴 严禁违法风暴 那么风暴呢 分成两个层次 一个叫工程风暴 还有一个叫老五风暴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也就是说呢 那么只要不是主要建筑物的主体部分 都可以进行工程风暴 但是工程风暴以后 不允许再进行工程风暴 工程风暴只能风暴一次 那么工程风暴以后呢 对于风暴的工程的话 风暴单位呢 它可以再进行老五风暴 这点是可以的啊 但是注意 老五风暴以后呢 不能再进行老五风暴 这样大家也就好气了 对吧 也就是说呢 在工程的实施过程中 我们总的框架是工程风暴 有工程风暴 有老五风暴 那么作为一个建设工程 或者作为一个呢 合同项目的话 允许那么中标的承包人 那么将符合要求的工程内容 进行风暴 这个呢 指的是什么呢 除了主要建筑物的主体部分以外的 那么按照 我们后面会看的 按照合同的约定 或者说在工程实施过程中 可以履行相关的程序以后 履行相关的程序以后 可以进行的工程的风暴 前提是能风暴的 例如啊 那么再有一个 那么风暴 工程风暴以后呢 还可以进行劳务风暴 但是注意工程风暴以后 不能再进行工程风暴 那么同样的 劳务风暴以后 不能再进行劳务风暴 那么在整体的这个风暴过程中的话 它主要呢 涉及到在这里边的风暴管理 涉及到呢 三个层面的这个问题啊 一个呢 就是项目法人对风暴单位的管理 那项目法人 理论上呢 这个我们后面会强调 风暴合同呢 应该是由 承包人或者施工单位 或者我们明确讲的叫 承包人 或者你可以理解 叫总包人 他呢要进行风暴 他和风暴人之间呢 有何种关系 那么 严格意上讲呢 项目法人和风暴单位之间 没有关系 但是 我们后面会看到 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指定风暴 一种是推荐风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项目法人和风暴单位之间 就有了一定的联系了 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 什么关系 我们下面要把它理清楚 那么再有一个呢 重点就是 承包单位对风暴管理的职责 另外风暴管理的职责 那么包括这三节的内容 这三节里边呢 也就是三个层次 那么在这里边呢 可能会涉及到 案例的考核点的 由项目法人 对风暴的管理 他和风暴之间 也就是我们后面会看到的 推荐风暴 指定风暴情况下 这两种情况下 那么 发报人和 或者说项目法人和 风暴之间是到底一种什么关系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承包人对风暴的管理 这个我打个三角 好 这是呢 大家要着重注意的啊 承包人对风暴的管理的职责 落点落在职责 到底职责 核心职责 包括哪一些 你最好把它们记住 风暴单位的管理职责呢 内容不多 那么这样的话 整体的这张的架构清晰了 那么对这张的学习呢 内容不太多 建议大家呢 以我们PPT体炼出来的要点为主 有客观体点 有安理点 然后呢 这里面内容相对来说 略为细一些 如果说你有时节的话 教材建议你看一下 那么当然有些学员说 说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这部内容不看 你按照我们强调的要点去看 也差不多啊 但是我刚才强调了 有时节的话 这部内容还建议你看一下 你看第一张的内容呢 我一般是不建议你看 你看的 除非你特别想 你说我要拓展吃面 那么对付考试的第一张 你不看没有关系 那么这一张呢 我刚才的用词是呢 如果有时节的话 那么有可能的情况下 都还是把它通度一下 当然了你说我时节很紧 那你就按照我们强调的PP看 好 下面咱们来开始 那么首先咱们来看 第一小节 项目法人 那么对风暴管理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那么刚才已经明确了 首先是风暴的范围 是主要建议的主体部分 是不允许风暴的 主体部分呢 由项目法人要求设计单位 在设计文件中明确 这个点明确 那么下面呢 项目法人 那么这个或者说风暴 风暴和项目法人 关联这个风暴 也就是项目法人呢 在什么时候对风暴进行约束呢 那么主要是两个环节 一个呢 是在这个招投标过程中 投标文件中载明 或者是合同中约定 还有一个呢 在工程的实施过程中 作为中标的承拨人 他也可以提出风暴 那么下面呢 我们注意这两个细节啊 投标文件中 也就是说风暴 可以出现两个层次 或者两种情况 一个就在投标文件中载明 或者呢 在合同中约定 参与风暴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对承包人的要求 对承包人的要求 应当明确在文件中 在投标文件或者合同中 明确哪些要素 这也就是呢 作为项目法人 在招标的时候呢 或者在合同里面 要明确的要点 也就是和项目法人有关的 对吧 要明确哪些要素啊 明确风暴单位的名称 要求 要求施工单位 或者中标的承包人 明确风暴单位的名称 自制业绩 风暴项目的内容 现场主要管理人员 其设备资源等相关内容 把这个你最好能记住啊 这是一个案例点 这是一个案例点 这是个落地的案例点 那作为承包人 或者作为承包的项目负责人呢 我们应该知道 如果说要进行风暴的话 在投标文件载明 或者合同约定的话 这时候呢 明确风暴单位的哪些要素 或者是哪些相关内容 这个要清楚啊 那么另外 风暴单位 一旦呢 通过合同 或者说 照标文件写明以后呢 通过合同 那么签订合同了 这时候呢 进行风暴以后 那么风暴单位在进场前的话 注意要点 注意流程啊 我们有些程讯考核 要经监理单位批种 风暴单位才能进场 这也是呢 咱们现行的 现行的这几年执行的 新的文件和之前的 略有小的变化 那么这个呢 是在投标文件 或者合同中载明的 那么另外呢 在合同的实施过程中 也可能会提出风暴 对吧 在合同实施过程中 那么投标 和事顾合同 没有明确 开工以后 开工以后 这时候呢 中标的承包人 也可以根据 工程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风暴 那么这时候风暴的话 提出了工程风暴 这里面我们强调 提出工程风暴 那么工程风暴呢 这时候呢 承包单位呢 必须将 这也是落地的考量点 可前面你看 基本接近啊 将承包单位的 风暴单位的 名称 自治 业绩 也就是说呢 作为风暴单位的 一些主要的要素 名称 自治业绩 那么另外 还多了一个 现场主要管理人员 及设备资源 现场主要管理人员 这个前面也有啊 那么这个 及设备资源等情况 报监理 你注意它的流程 报监理单位 报监理单位 审核 报监理 注意流程审核 然后呢 要向法人审批 审批以后呢 这个风暴 才能够成立 所以说我们这地方 你可以看到呢 工程风暴的成立 从这两段话 可以看出 其实两种情况 对吧 一种是 投标文件中明确 或者合同中 审明的 还有一种呢 在工程的实施过程中 提出风暴 提出工程风暴 但是 实施过程中 提出的工程风暴呢 要经流程 监力审核 项目法人审批 把这两个点抓住 另外呢 就是细节 那么对于 风暴的 风暴单位的 哪些要素 哪些要素呢 一个是在 投标文件审核 或者合同中约定 还有一个呢 就是呢 如果说在 那么实施中 进行风暴的话 那相关情况呢 要报 监力 审核 好 这点抓住啊 那么下面我们 主要建筑的主体结构 不得进行风暴 那么如果说 这个要 主体结构 明确的话 有谁再明确呢 设计单位 在设计文件 或者是照片文件 明确啊 主要建筑的主体结构 那主体结构 包括哪些 主要建筑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了 这个单元都很熟悉啊 那么主体结构呢 刚才强调了 有谁干这个事呢 设计单位 在设计文件明确 那么下面 有两种 和项目法人 直接关联的风暴 一种呢 叫做呢 推荐风暴 一种叫制定风暴 推荐风暴呢 在 按照照图标的 相关规定 是允许的啊 尤其在水利 工程实施过程中 出现了上述 这三种情况 项目法人 可以向承包人 推荐风暴人 这三种情况 你大家看一下 一般不会考你啊 重大设计变更 导致事故方案的 重大变化 承包人 不具备 相应事故能力的 承包人 原因 导致工期拖延 承包无力 合同规定的期限里 完成的 那么项目有特殊要求 特殊工艺 或者设计专利保护的 在这些情况下 作为项目法人单位 可以向承包人 推荐的风暴人 那么关键考点呢 在这儿 这是案例点 也就是说 我们在前面 给大家呢 始终强调一个点 叫什么点呢 因为你这个考向建造师的话 是最终要单纲 项目负责人的 也就是说你要理清楚 和项目负责人 和一个施工项目的 施工项目的项目经理 或者项目负责人的 它的具体的 那么这个业务内容 相关联的一些点 也就是说 在共证实施过程中 出现了上述的三种情形 这时候像法人单位 像 施工单位 或者说承包人提出了 或者说推荐了 风暴单位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作为 承包人 你该怎么办 这个点呢 就是落地性比较强的 那我们下面看 那么这里 关于这点呢 大家非常明确 无非有两种选择 对吧 一个同意 一个不同意 那么关键点呢 你同意了 下面我们看 又下面有什么规定 不同意 那么这时候风暴又该怎么处理 同意 这时候呢 记着就视为 尽管是 项目法人推荐的 风暴单位 推荐的风暴单位 首先明确了 风暴合同 由承包人和风暴人来签 如果说承包人 同意了 项目法人推荐的风暴单位 那么这时候呢 就视同 与承包人 自行选择风暴单位 那当然了 由承包人和风暴人签订合同 那么由 承包人与风暴人签订风暴合同 并对该推荐风暴人的行为 负全部责任 也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 等同于承包人 选择风暴单位 那承包人也可以拒绝 那么承包人拒绝的话 这时候呢 围绕着风暴的内容 那么 存在于一个风暴人的选择问题 那么这时候呢 承包人可以自行的选择风暴人 但是你注意了 下面有个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经过 项目法人的书面认可 实际上这一点呢 和我们前面的 才刚刚谈过的 关于呢 那么相当于在实施过程中的风暴 是一样的 对吧 建立审核 项目法人审批 所以说呢 大家这一点呢 你不要着意去记 你如果拒绝 自行选择 那自行选择的话 就实际上相当于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风暴 那么自行风暴的话要建立审核 项目法人审批 所以说呢 要经过项目法人的书面认可 这是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项目法人推荐风暴情况下的处理 那么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话 也可能会出现项目法人指定风暴 指定风暴的话 我们可能有些跨专业的考试啊 在其他行业里面指定风暴 据我的了解啊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呢 这个有点偏便 据我的了解是其他行业是没有的 在我们水利行业的话 针对某些特殊的情况 比如 那么 承包人无力在合同的公信期限里 完成了应急防凶抢险 这样一些呢 危机公共安全和工程安全的项目 那么这时候呢 项目法人能够指定风暴 但是注意 这个指定风暴的话 我们要想 简单的理解啊 要把权力还要圈在笼字里面 比如说你指定 你就随便能指定啊 项目法人能指定 但是呢 他受到一定的限制 什么限制呢 项目法人要经该项目的上级主管部门同意 注意这一条 项目法人经该项目的上级主管部门同意 可以进行的 应该是能够对应急防凶 对应急防凶抢险等项目的部分工程指定风暴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注意一个要点啊 首先 哪些情况能指定呢 对象是应急防凶抢险等项目 那么的这个部分工程啊 那么这些部分工程呢 指定了 但是要综合 或者是要履行相关的程序 这个程序的话 一定要经过呢 该项目的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 把这个要点抓住 那么 这个呢 是首先是指定风暴 是可以的啊 是可以的 但是前程条件明确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呢 这个责任的一个分担问题 首先这里面分成两层啊 一个呢 就是呢 形成指定风暴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呢 责任的问题 另外呢 指定的风暴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 那么有关于呢 这个指定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责任的问题 你分成两层 首先第一层呢 就是呢 指定风暴这个事件 它本身呢 有一个责任问题 那我们来看啊 如果说是不是 承包原因 形成指定风暴条件的 那么项目法人 指定风暴 不得增加承包的额外费用 如果说是 因为承包自身的原因 形成风暴条件的 那么承包应负责 指定风暴增加的项外费用 这句话说清楚了 然后再下面看 那么这是第一层啊 也就是说呢 首先 指定风暴要成立 那么这个 刚才的几句话 应该介绍清楚了啊 那么指定风暴呢 是项目法人 向承包人直接指定风暴单位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首先要注意 风暴合同的签订 那么在指定风暴情况下的话 那么这个合同 仍然是有 仍然是有 承包人和风暴人签合同 这一点非常明确啊 你始终记着 这个项目法人和风暴人之间是没有合同关系的啊 这个呢 我们在后面的案里面也会强调 那么 也就是说项目 这时候呢 有合同 一定要有个合同链的啊 那么这个项目法人和承包单位之间是合同关系 而承包单位和风暴单位之间是合同关系 而接你呢 一般是监督主合同的事实 那么他是监督项目法人和承包之间的合同旅行 那么同样的 那么这个呢 只有合同关系的双方的话 才能存在着一些呢 比如说合同的索赔等等 才能形成它的相应的这个索赔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指定风暴呢 例外 注意指定风暴例外 指定风暴 首先合同的签署仍然是由承包人和风暴人之间签合同 但是这个合同它是一个刑事合同 记住啊 这个合同是个刑事合同 那么关于呢 那么这个呢 指定风暴合同在实施过程中 指定风暴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合同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 那么所涉及到的相关的一些呢 索牌诉讼 损失赔偿等等 那么这些呢 是由指定风暴人直接对法人负责 把这点记住啊 也就是说这个合同你就记着 它是一个刑事合同 由指定风暴人造成的 与其风暴工作有关的 一切索牌 损失诉讼牌场 由指定风暴人直接对法人负责 尽管二者之间没有合同关系 合同关系呢 还是风暴合同啊 承包人和风暴人之间的 那么这里面呢 合同关系仍然是承包人和风暴人之间 但是承包人不对此承担责任 那么就这个事情呢 那么我们呢 要有一个明确的文件 要有载体 那么这个执子划封 也就是说围绕着 刚才这一个块的执子划封呢 可由承包人与项目法人 通过签订相关的协议来明确 也就是相当于 你有一个补充协议啊 这一点呢 我估计大家如果买房 应该有印象的 你签了合同以后 可能有的时候 他给你补充协议 来个补充协议对吧 比如说关于装修的 给你买个补充协议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指定风暴 你可以理解比例 就是这样的 合同关系呢 仍然是承包和风暴人之间的 但是呢 由于是指定风暴 所以说呢 和风暴工作 在风暴合同实施过程中 有关的一些索赔诉讼 诉讼盆上 由指定风暴人 直接对项目反而负责啊 那这一点呢 其实在我们工程中的话 在水利工程中是有的 我记得 我曾经在南水北条挂着的时候 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当时呢 是 呃 某一个承包人啊 这个具体工程 我就不续话了 某一个承包人呢 他就将其中的 某些内容的话 那么 按照项目反而的要求 当然了 这个事也是符合条件的 进行的指定风暴 那么风暴以后呢 结果呢 在这个风暴项目的 实施过程中的话 风暴单位 呃 风暴单位在实施过程中的话 他的某些相关的行为 影响到当地的老百姓了 所以说后来呢 当地老百姓的话 那么就对这个 呃 该承包人 那么进行了这一个 一些相关的活动啊 我就不具体话了 那后来呢 承包人说这个事儿 不是我的事儿 你找我没用 你得找这个项目反而去 实际上这个里面呢 大家一看也就清楚了 对吧 指定风暴呢 是由指定项目反而的 由项目反而的 他和这个 他要对承包人的 或者说这个 呃 指定风暴人造成的诉讼 损失赔偿的 由指定风暴直接对 法人负责啊 承包人不对此承担责量 我想这个简单例子 你就把它能够记住就可以了啊 呃 主要强调就是 合同关系 仍然是承包和风暴人之间 但是在指定风暴情况下的话 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就可以了 好 这是和项目反而有关的啊 那么下面 呃 更多的是涉及到呢 承包人对风暴人的管理 下面我们来看啊 呃 首先 那么关于呢 这个水泥工程的施工风暴 这里面总的是施工风暴 按风暴性质 划分为两个层面的 一个叫工程风暴 还有一个叫劳务作业风暴 呃 两个层面的 那么工程风暴呢 我们前面强调了 工程风暴呢 就是将 他的这个部分工程风暴给有相应资质的 对记者啊 对风暴单位也有资质要求 咱们前面不是提到了吗 对吧 那么这个不管是投标文件中 还是合同中载明的 那要提交风暴单位的相关要素 对吧 在施工过程中的风暴也是要提交相关要素 所以说他应该呢 首先 风暴单位 他的资质应该和风暴的这个项目 应该是相匹配的 那么劳务风暴呢 就是像劳务作业 风暴给这个其他的企业或者组织来完成 采用劳务风暴的承包单位 需将前面是将工程风暴的 在第一节已经强调的了 劳务风暴呢 同样的注意这个细节啊 将风暴单位的名称 自治 业绩 现场主管人员及投入人员的工种数量等 报 监理 注意流程 监理是审核 法人呢 也要进行审批 也就是说 按照现行规定 对于劳务风暴的同样的 也要进行呢 将劳务风暴单位的相关要素呢 报监理审核 法人审批啊 这点我们要注意 那么下面的 五六七 五六七 那么这个三点呢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也就是说 那么承包人对风暴人 那么进行的这个风暴管理的职责是什么 主要呢 体现在下面的五六七 这样的三个方面啊 那么这也是曾经的一个案例点 这点呢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承包人 风暴人 首先应该签订 风暴合同 并女性合同 约定的义务 另外呢 风暴合同 必须宗雄 承包合同的 各项原则啊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另外 承包人 应当在 风暴合同签订后 注意七个工作日 那么这里面 我们前面强调呢 我们一般的工作日 都是五的整数倍 但是在 某些情况下 某些情况下 尤其在招头标啊 在风暴这些里面呢 它可能会出现 工作日是七的 整数倍的情况啊 所以说你关于这种 特殊情况 你要着重去 单独去期啊 七个工作日 送发包人 备案 承包人 在风暴合同签订后 七个工作日 送发包人备案 这是第一个义务啊 一个记者 签风暴合同 风暴合同 宗雄 他就是 踩点 风暴合同一个 宗雄 承包合同的各项原则 那么还有一个 要备案 七个工作日 备案 那么在下面 出 发包人 依法指定 这个呢 除外 指定风暴除外 指定风暴 我们前面讲过 那么指定风暴的风暴人 那么涉及到的这个 索赔耸子 送入排长 直接对 项目法人负责 除此以外的 不管是 承包人的自行风暴 还是呢 项目法人的推荐风暴 承包对其 风暴项目的实施 以及 风暴的行为 向发包人 负全部责任 这是第二点 落地呢 比如说 承包人对风暴项目的 进度 质量安全 计量验收等 实施监督和管理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 一旦风暴的项目 出现了相关问题 项目法人 它首先是根据合同 追责 是追责的是承包人 承包人才推过 风暴合同去 追究风暴人的 这个相关的责任 所以这里面呢 一定把他的这种 的合同关系 要理清楚 承包人 他是对风暴人 向发包人 负全部责任的 把这点抓住 那么第七 也就是我们强调的 五六七三条 要背书了 那么另外 具体的落地 要与相关的组织 和人员来实施 承包人和风暴人 应当设立 项目管理机构 组织管理 所承包 或风暴 工程的生活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承包人 在项目现场 要搭建 项目管理的组织机构 风暴人 也要成立 项目管理机构 那么在这里边呢 项目管理机构的 五类人员 必须是本单位人员 那么这个地方 这又是一个案例 也是个高频的考核点 不管是承包人 还是风暴人 都必须在项目现场 设立项目管理机构 那么项目管理机构的 五类人员 必须是本单位人员 也就是说 那么这个主要的 技术人员 主要管理人员 那么这五类人员 要记住 一个是项目负责人 再有一个技术负责人 再有一个财务负责人 也就是我们讲 三类负责人 两类管理人员 大家一看 一个总的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经理 然后呢 技术负责人 包括管进度的 那么另外呢 管费用的财务负责人 那么还有质量和安全 那么质量和安全 你注意提吧 是质量管理人员 安全管理人员 这样大家一看呢 基本上 技也就好技对吧 我们的项目管理 不就是四大目标吗 对吧 质量进度 费用安全 好了 你这样一想就记住了 那么质量的 质量管理人员 安全的安全管理人员 然后呢 费用呢 是财务负责人 然后呢 进度呢 是由技术负责人 那么另外呢 再加上一个呢 项目负责人 然后呢 注意这两个后面呢 不能写成的 质量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 质量负责人 安全负责人 应该就是本项目的什么 项目负责人 所以这点不能写错了 那么我们刚才讲呢 是本单位的 本单位 怎么接定这本单位呢 或者说你是你是单位的人员 你到底怎么来认定这个事呢 那么我们呢 给出了具体的接定啊 一个呢 是在本单位工作的 那么第二个 与本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 那么然后呢 由本单位支付劳动报酬 另外呢 由本单位缴纳社保 如果说满足这些条件 你在这个单位工作 这个与这个单位呢 签订了劳动合同 然后呢 这个单位呢 每个一定的周期 比如说我们大部分是按月啊 来给你付劳动报酬 还给你缴纳社保 那么这时候呢 你就是市委本单位人员啊 这个点要把它抓住 这是呢 我们呢 关于这一节的主要的案例点 那么主要的案例点呢 我们在强调呢 大家主要就抓的 就是刚才的五六七 也就是呢 承包人对风暴人管理的职责 是什么 五六七 另外呢 有第七点呢 延伸出去的 那么不管承包人 都必须设立项目 现场的项目管理机构 管理机构的武力人员 必须是本单位人员 哪武力人员要清楚啊 好 下面呢 就涉及到呢 那么这个 风暴 这个我们围绕着承包 对于在具体的 风暴过程中的一些呢 违法风暴的 包括转包 包括呢 这个 风暴以后再风暴 或者叫违法风暴 也包括呢 初级借用自治 那么这个下面的三种 转包 违法风暴 初级借用自治 是应该也是高频的多选题 关于下面的 我们马上要看到这三点呢 给大家的建议呢 就是 你要全背 你背不下来啊 那么我的一个建议就是 看看的时候呢 善于去总结 那这里面的要点 我们先给大家体练一下 然后你在看的时候呢 你再稍微的留点心啊 然后在考试的时候 考前的话 再稍微把它注意一下 我们的就关于这些点的 去怎么去抓点 那么这个转包 首先我们来看转包 转包重点落在哪里呢 落在转 也就是说承包人 他将某一个这个工程内容呢 中标以后转 这个转的意思 他一点都不干 全部转出去 所以说他的核心点 落在哪里呢 转的意思是呢 落在全部 落在全部 当然了 他在这个转的过程中的话 他可能会扒皮 他可能会扒皮 因为我们要严禁转包 因为在转包过程中的话 那么 可能呢 作为承包人 他会收取相关的一些费用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呢 经过层层转包以后呢 落在具体的实施主体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呢 工程费用 和具体的工程内容呢 它之间就不匹配了 不匹配的情况下的话 必然可能会出现呢 咱们这个图工减料行为啊 所以说呢 那么我们要严禁转包 咱们下面看哪些属于转包的行为 大家在鉴定中的话 刚才强调了 主要抓住一个什么呢 承包人他啥都没干 他就收管理费 以色列里奖 然后呢 通过各种的方式 把它全部转出去了 要点是全部转出去了 下面我们来看 几种典型情况 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全部 建设工程 转包给其他单位 那么这里面注意 转包给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啊 都属于转包的范畴 然后这里面注意呢 母公司 承接工程以后 将承接工程 交由母公司 交由独立法人的 这里面注意 那么我们呢 也有这种情况 母公司承接工程以后 交给他的子公司 但是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交由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 这种呢 属于转包 交给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 那么第二 将承包的全部建设项目 通过肢解的方式 这也是呢 比较隐秘的一种手段 但是呢在那么这个 我们工作中其实也碰到过 在省级工作中也碰到过 通过肢解 肢解 肢解的方式 那么关键落点在哪里呢 他你就我们始终抓住 他啥都没干 啥什么活都没干 就是全部把它那个通过呢 一个是直接转包 一个是肢解 那么另外呢 那么施工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 除了肢解以外的话 他也内部承包的形式交由分公司 内部承包的 那么内部承包的形式 这也是属于转包的形式 再有联营体承包的 其中一方将全部 全部那么交由联营的另一方 那么这种呢 在这个应该讲零几年的时候呢 还是确确是比较常见的啊 经常呢 有当地的和一些呢 咱们的国企 那么国字号的一些呢 大的企业去联合去投标 投标以后呢 然后的话 那么我们呢 扛着国企的牌子啊 但是最终呢 是全部由当地的 这个事工企业来施工 那么这种的话 是它是属于转包范畴 联营体型的什么 但是将全部 注意定的啊 那么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 国企呢 它是一点都没干 就收了管理费 那么这点呢 我们是属于转包 非常明确啊 另外 全部 有劳务 因为呢 这个 是允许封包的 对吧 允许封包的 但是呢 那么这里面呢 全部由劳务作业来实施的 那么 这个里面呢 主要呢 就是呢 劳务作业封包单位 寄取报酬 上述交给 承包单位的管理费之外的 全部下款的 也就是说 打着劳务封包的名义呢 实际上是也是呢 全部转包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呢 签订合同以后呢 未按合同约定 设立项目管理机构 还有一个 承包单位不履行 因为我只是向实际 收取管理费的 这种期限 大家呢 把它多看起 没有点印象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呢 在抓转包的时候呢 你就呢 考试中 如果给你给出这些选项 他就是这些选项 你能 大致能 甄别出来很好 你甄别不出来 有的通过字面封击 就能封击出来啊 那么这个 我不建议去背 那么关于这几项的话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呢 盯着我们刚才强调的 你一看 一封写 也就是说 它里面的核心是呢 承包人他啥都没做 全转出去了 那么下面 违法封包 违法封包呢 就是呢 不符合封包的相关规定 这个封包呢 包括工程封包 包括牢封包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啊 一个呢 就是 首先呢 工程封包 成立的条件呢 是应该有它的资质 满足要求 对吧 所以说呢 将工程封包 给不具备资质 或者是安全许可证的 包括安全许可证的 单位或者个人施工的 这个呢 是属于违法封包 再有一个呢 合同 封包合同不成立 那么什么叫成立的 封包合同呢 在合同中约定 或者说 经项目法人书面认可 对吧 那么既没有约定 也没有经 法人书面同意的 那么这个呢 封包合同是不成立的 另外呢 封包内容 封包内容 将主要建筑 主体部分封包的 这个很好记啊 那么还有呢 工程封包 将其承包的工程中 非劳罪再封包的 我们前面强调了 工程封包 只允许有一次 它可以将 工程封包单位呢 它可以将它里边的一些呢 劳务作业封包出去 可以进行劳务封包 但是工程封包以后 不能再进行 工程封包啊 那么同样的 劳务封包呢 同样的 劳务封包以后呢 不能再进行 劳务封包 好了 这一点大家 这两条就记住了啊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呢 以劳务封包作业之名 而行 工程封包之实 它其实呢 就是呢 咱们这个 第四点的 一种呢 隐蔽化 打着劳务作业封包的名义 劳务作业除 寄取劳务 报酬以外呢 它还寄取了 主要建筑材料款 和大众型设备 材料费的 那主要材料 主要材料和大众型设备呢 在我们的教材里面 给出来了啊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呢 很快地把它来看一下 大家翻到教材180页 我们没打上去啊 也就是说 尽管签的是呢 劳务封包 劳务封包 劳务封包呢 就是作为一个 工程封包以后 它可以再进行劳务封包 但是呢 那么这个呢 这个劳务封包呢 它在支付 这个费用的时候呢 除了 那么这个 劳务作业的 这个报酬以外的话 它还寄取了 主要材料的 比如说钢筋 水泥 砂石料 土石方里面的石料 金属结构里面的钢材 防水里面 土工植物 那么占造价 比重比较大的 另外呢 还寄取了相关的材料费 机械费 它可以打着什么呢 寄入工的名义 对吧 那么所以说 这里面呢 就是要规避啊 规避 除了这个 劳务作业费以外的话 那么还寄取了 这样一些呢 主要材料的 和主要机械的 主要机械下面 给出来了 包括呢 这个混凝土中的 大众型的半核输送设备 土石方里边的大众型的挖掘设备 用的车辆 拟压机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属于违法风暴的范畴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关于违法风暴呢 那么几条 我想基本上 大家也就能理出来了 对吧 呃 所以说 关于呢 转报 关于呢 违法风暴 实际上呢 你不要去找一记 把每一条理解以后呢 还是呢 很快就理解 透彻的啊 那么另外 初借借用自治 初借借用 两种行为 它都属于呢 那么这个 那么禁止的啊 都属于禁止的 呃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面主要把 二和三拧出来了 其他的大家看一下 同样的啊 也就是说呢 你看了以后呢 你要把三个 三组分开来 一个是哪些属于转报的 哪些属于违法风暴 哪些属于初借借用自治的 呃 投标人 法定代表人的 授权代表人 不是初借借用 那就是 那么他的一个呢 是主要人员 对吧 法定代表人的 授权代表人 不是投标人本单位的 人员接触区了 那另外 实际生活单位 使用承包人资质 这点很明确 承包人资质 那么再以承包人 分公司 项目部等名义 组织实施 两者没有实质的 产权人士 财务关系的 那么另外 第六 呃 承包人派出现场的 项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五类主要人员 不是本单位人员的 这个我们在 以前的一些 那么这个 监察中也碰到过 承包人 与项目法人之间 没有工程款的 收付关系 或者说 工程款支付坪上 载名的单位 与施工合同中 载名的承包单位 不一致的 那么这些 大家一看 非常明确 就是属于 借用资质 初借借用资质的情况 好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关于 这个 也就是说 承包人的 对封包人的管理 所涉及到的 那么关于这一节呢 我们再三强调啊 大家抓住的 一个是一个案例 承包人 对封包人的管理职责 也就是前面的 五六七 然后有七延伸出来的 项目现场 设立项目管理机构的 武力人员 以及 必须是本单位人员 本单位人员的界定 再一个呢 就是呢 咱们这个高频的 多项选择体 初借借用资质的 几种情况 违法封包的几种情况 那么以及呢 咱们这个 转包的几种情形 能理出来就可以了啊 那么下面到第三小节 那么第三小节呢 就是 封包人的管理 就封包人本身的 对封包项目的管理啊 呃 这个内容呢 比较简单 我们很快看一下 首先呢 封包人 作为工程封包单位的话 他本身的去 那么承南的工程 应该和他的资质 应该是相匹配的啊 所以这点要明确 也就是说呢 资质 承包资质 要和承包工程项目 相匹配 那同样的封包工程呢 也要和封包工程 资质相匹配 呃 再有 作为封包人同样的 在项目现场要设立 项目管理机构 那么同时 主要人员 武力人员 必须是封包单位的人员 也就是说 我们所说的 项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财务责人 以及两例管理人员 必须是封包单位的 本身的人员啊 那么另外 封包的 必须自行完成 禁止封包人 将工程 再次封包 也就是封包以后 工程封包以后 不能再封包 或者说你可以这样的 笼统的一解啊 不管是工程封包 还是劳封包 工程封包 不能再封包 劳封包 也不能再封包 下面关于封包的 合同问题 那么这是一个 典型的多选题啊 这是20年教材 加进去的 封包问题 划分为 首先多选题 一般合同问题 交重合同问题 严重合同问题 和特别严重合同问题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呢 最好把这个另容 我建议你看一下 它是个多选题的一个区域 然后呢 着重注意啊 相反而也看一下 着重注意呢 承包你的 那么这个 在这里面呢 缴重的合同问题 施工单位方面的 有多选题 签订的 劳务合同不规范 然后呢 为按封包合同约定 计量规则和实现 进行计量 为按封包合同约定 及时足额的支付合同款 这个呢 是属于什么呢 缴重合同问题啊 施工单位方面 另外呢 严重合同问题 同样的 着重注意 相反而你看一下啊 我们着重注意 施工单位的 那么一个呢 就是呢 工程封包 为旅行报批手续 为按要求 严格审核 封包单位的 自制和业绩 另外呢 对工程封包合同 履行情况检查不利 这些呢 归为呢 施工单位的 严重合同问题 再有一个呢 特别严重问题 那么责任单位 发生了 转包 违法风暴 出现借用自制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在前面 已经理出来了 转包的情形 违法风暴的情形 出现借用自制的情形 如果出现这种情形呢 责任单位 属于特别严重合同问题 不管是 那么涉及到呢 那么这个 项目法人 还是施工单位啊 好 这样呢 关于呢 这一张风暴的 就跟大家一起提到这点 风暴呢 利用相对来说比较少 它的考点也很明确啊 简单总结一下 对这一章的学习呢 前面讲呢 有可能的话 你如果说是 有可能的情况 教材还是把它通看一下 着重注意 我们给大家 理出来的几个案例点 一个是和 项目法人有关的 项目法人有关的 那么这个 指定风暴 和推荐风暴 情况下的话 尤其推荐风暴 情况下 生活单位该怎么处理 那么指定风暴 情况下的话 指定风暴的 形成条件 那么以及呢 指定风暴情况下呢 它的相关责任的 一个呢 分担问题 那么再有呢 就是呢 承包人对风暴单位的 管理 那么主要是管理职责 那么前面总结的 那么五六七 包括第七点的 这个项目 现场管理机构的 组建的人员 以及本单位人员的约定啊 这个呢 是咱们的 着重注意的几个点 那其他的点呢 客观的点 把它强化就可以了 好 这些节目 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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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